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唱蓝熟悉的声音 善良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多 仿佛在告诉我走着太远 有没有忘记最初的想愿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这位陈先生唱得太好了 我们举弦不必惊 这台卡罗击就讲给他了 我去这儿跑啊 别走 别走 您也可以 两天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您的意思吗 这怎么是我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哪是让你弄成这个意思啊 妈 你看你这么一闹多没意思啊 不光顾客误会了我们的意思 我这面子上也不好意思啊 你快去给我追 把他们追回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哦 走 杨哥 还真追啊 嗨 你就稍微意思意思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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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雕多一个扶一个 雕多一个扶一个 交货他几支美国枪 客饼 这什么呀 饺子呀 没见过呀 这就是传说中的饺子 我久违了的家乡味食 哎呦 真是令人望眼欲穿啊 你少来这套啊 就包了够我自个吃的 你要没吃饭啊 冰箱里面包 我不饿 我不饿 你吃你的 杨哥 你这得搁点醋 行行行 再搁点香油 行行行 我给你搁点辣椒去 你让不让我吃啊 你要真特别想吃啊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我真不想吃 你吃你的 杨哥 蒜呢 吃饺子得就是蒜呢 是吧 俗话说这个 一口饺子一口蒜 给个总统都不换 是不是 我给你 你是诚心不让我吃饭 我就不给你吃 我不吃 我真不吃 我真不吃 杨哥 我绝对不尝 我坚决不尝 到你们北京猿包火呀 我是考虑这个 这价格 是吧 这三千下的 这价格 不会 要不然 算我请你吃了 不是 你这干嘛呀你 你请我 这我也不能吃啊 是吧 我是考虑啊 你们这个北京猿呢 便宜是便宜 可是便宜 他吃不着什么东西 是吧 不是怎么会 吃不着这饺子呀 你看啊 我的哥哥 这饺子算我求你吃了 行不行 吃 不吃 不吃 我跟你急 吃 我说过我不吃 你就要跟我急 要不我就受力吃点 怎么样了 好啊 就是有点咸 我是问旅行团 旅行团啊 就在你们北京猿包火了 好嘞 杨哥 这饺子我都吃了 你吃什么呀 我呀 来 来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咱们北京猿的老板 绍红小姐 你好 幸会 领班 杨坚先生 欢迎 欢迎 这次旅行团的主要成员有 环球集团王总 宇宙经贸 朱总 欢迎 亚洲贸易 梁总 太平洋事业 带总 东方公司 成总 妇女用品 吴总 三八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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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 请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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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这么多的总光临 这在小店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诸位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给我提出来 没有没有 满意 很满意 谢谢 我有个希望啊 您讲 在国内都是我们接待外宾 对 到了国外 我们就是外宾 能不能派一个洋人小姐 来为我们中国人服务一回啊 哈哈哈哈 是啊 小店不才 没有洋人 不过 我们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 这样 这边您看怎么样啊 啊 这位 还既不像洋人 也不像小姐 这位是美籍华人 您对付着用 这样 这些都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款 大款 Rich Guys 好好自好 Good evening 站在门 低了都路的 你别说外国话 我不懂 你不是华人吗 会说中国话吗 会 一点 欢迎 各位 来到美国 请问你们 生活的 还 习惯吗 习惯 习惯 哎呀 这个美国 的确好啊 又大 又干净 经济发达 人的素质也高 这个啊 这还有什么不习惯的呢 所以我们是打开眼界 啊 王总啊 你这个看法我不同意 美国资本主义社会 哪能哪都好啊 啊 这洛杉矶大石大 高楼大厦 也没几座 到处都是荒山秃岭 严谨地 跟咱们中国能处 扎不离 哎 当然了 我也不是说 美国什么地方都好 比如这个东西就太贵 哎 你这说法 我又不同意 我觉得这美国东西 也没贵到哪去 哎呀 这回我出来 钱贷多了 这也没有什么名牌 我花不了 不会吧 嗯 世界上很多有的名的牌子 比如 Versace Bernini Armani 都在美国吗 哎哎哎 这个Armani我知道 大妈 这是朝鲜的牌子 这Armani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大妈 哎呀 我就奇怪啊 你说这美国人用 韩国的牌子 这为什么啊 大概因为他们这穷人多 美国人 穷 我们美国人在世界上 GDP number one 我明白了 这儿的华人呐 都是属香蕉的 啥 皮黄 心白 我说 你这个美国人 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我只是一个student part time 打打勾 嗯 你爸爸呢 我 你妈呢 他们挣多少钱呢 哎呀 我跟你说我 中国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干部 开着宝马车 住着小洋楼 你爸爸你妈比得了吗 我爱民 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水平还是不如美国人 这什么人不可以和客人顶嘴 好好好 把我们的伙食标准整体提高100美金 哎呦 这也好 这好 朱老板 嗯 是不是以后我们每天就按这个标准上菜 对都记得我的账上 好 怎么样 佩服 佩服 兄弟佩服 你一个人再有钱 也不能让我服你 这样 怎么样 你还不服 啊 啊 你们这个餐馆吃多少钱呢 我都买下来 哎呀这更好 您不是开玩笑 哦是啊是啊 这个朱总一向是很风趣的 刚才参观加州酒厂 又多喝了几杯 王总 你也不相信我的实力 这个餐馆我买定了 哎 兄弟们 你不要听他的 哎 单位先生 哎哎哎哎 单位 王总 这个 吃过晚饭以后 你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安排吗 呃 吃 王总 咱们这个 参观项目啊 一般都安排在白天 哎 我不是说些 说那是个集体项目 不是 哦 明白了 您是打算瞧瞧他们美国社会 到底 有多腐败和下流是吧 哎呀 就是嘛就是嘛 我们不能观看美国好的东西 这个资本主义的阴暗面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是 巧了 这这有啊 啊 旁边就是一纸鸭院啊 啊 就是日式按摩呀 那玩意儿灯都不开 绝对阴暗 想深入了解阴暗面的 跟我走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就咱北京员现在的声音 嘿 多开多赔 少开少赔 不开不赔 这下子安诺好喽 还真赚了 可这餐馆 要真是在我手里给卖了 啊 那岂不等于承认我无能吗 怎么是您无能呢 是您没本职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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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您不会经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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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您 我要说什么呀 这我 你呀 什么也甭说了 你嘴里 他吐不出象牙来 不管谁说 这餐馆我就是坚决的 老夫卖了算了 对呀 趁这土大款还没明白过来 咱们先宰个一道 您说 二十万怎么样 二十万 就贫散北京员 这名气 这规模 这location 二十万 人家能要吗 咱们跟我较劲 你还毛练呢 毛练不懂啊 朱总 根据您昨天的意思 我把收购餐馆的事 向我们少经理做了汇报 我们少经理的意思 等等等等 收购北京员 我收购北京员 是您昨天亲口说的 他们几个月都在做呀 对对对 没错 你是这么说的 李老兄啊 当时肯定是喝醉了 谁喝醉了 谁喝醉了 当初在局里处理 我是有名的 两瓶茅台下去 不得打话的 这几杯洋酒 我就倒下来 我跟你说 我当初 我当初 我当初虽然说过这话 我既然说过 那我一定得搬到嘛 朱总啊 您看 您看我们北京员的生意 像我们这样的旺负 二十万买下来 我包您只赚不赔 绝不会吃亏的 我跟你说啊 你们说这生意经 我知道 这一 我跟你说实话得了 我们这些吃官饭的呀 就管会不会捅了篓子 至于赚不赚钱 就那么回事 Mr.Ju 不会是拿不出这笔 money吧 是啊是啊 最近我也听说 你们那里效益不太好 不是 谁 拿不出没关系 这个北京员啊 我们环球 二十万买下来 好了 王总 王总啊 你怎么跟这个黄皮香蕉一样 我跟你说 本来我没想买这个餐馆 这一路上 你老跟我对着干 我今天跟你较这个劲 你说我没钱呢 二十万 太少 我加五万 太好 你们这么一争不就 不就影响团结了吗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个我们环球啊 本来打算在国外办个实体 也算是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老主啊 你们要是没这个实力呀 就不要硬撑 给二十五万 我们出 你出二十五万 我出三十万 你还敢再跟我吗 跟他 跟他 最后能 能征到八十万 八八大顺啊 听着也好听啊 什么 八十万美金 这 哎呀 这窗口也太贵了吧 那这么着 我们吃点亏 我们降到六十万 六六大顺也好听 合着花五百万人民币买个餐馆 这 五百万 哎呦 我 我有病呢 得得得 算您厉害 您拿去吧 啊 怎么样 你不跟我啦 啊 你买我哥这儿了 这都过起一个多小时了 怎么还不来啊 啊 中国人都是这样 从来不收时间 两天 再去配置一遍 David的猴 我都糊了他八遍了 不来更好 restaurant卖给他 我就不愿意在这里 work 去去去 再去配置他一遍啊 叫他把那个桌鞋的 给我马上拉过 不用配置啊 不用配置 那个朱总啊 桌鞋 昨天咽头 跑啦 what 哎呀 不会吧 这个朱总是 很爱祖国爱人民的 哪能那么随随便便 就叛国徒弟了 爱国爱人民 我看他是爱人民币 哎 教训哪 好端端的一个同志 啊 枪林弹雨没有倒下 可是 哎 令人痛心哪 不是 您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吧 还不是 他在国内的经济犯罪问题 怕被查出来 啊 他怕回去以后 嗯 就得进去交代交代清楚哦 哎 其实老朱这个人呢 他的问题 我是早就有所察觉 那你为什么不报告你的政府把他抓抓起来 我这 哎 小同志啊 你批评的对 中国人都是这样 乃于情面吗 啊 这个 哎 哎 诸总虽然倒下了 您王总不还站着呢吗 我们跟您签约不是也一样吗 不错不错 不过三十万这个价钱实在才拿不出手 我考虑来考虑去 最后下了决心 四十万 二十万 哎呀 王总 你怎么可以越考虑越缩水呢 不行不行 二十万是绝对不可以的 二十万可以吧 哎呀 昨天还三十万呢 凭什么白白索约十万呢 哎呦 我的姑奶奶 这账不能这么算 那十万不是咱们损失的 是阴阻阳差抬上去的 我不管你怎么算 我就知道 昨天是三十万 今天就变成二十万 这一夜之间我就少了十万 你赔啊 我赔 我凭什么赔啊 我拿什么赔啊 不是这女人一发起糊涂的 她整个应谈闭心窍 对 是这样 再说什么 哎 好了好了 我看 我看二位负责同志也不要争了 你们是不想卖了是吧 不 正好 我们也不想买了 哎 小同志 那今天把我们的伙食标准 恢复到原来 好吗 OK 说我要二十万给卖了 该多好 自己还说呢 当时也不犯什么轴呢 非跟三十万干上了 谁轴谁轴啊 我那不是谈闭心窍 住口 谁谈闭心窍 我 都要我 行了吧 哎 要不 咱们再找找那王总 谈谈 晚了 人家早回国了 那 再想办法找找那个猪 啊猪 哦 您是说找猪娃血 嘿 哎呀 您本事可真够大的 听说咱人民政府 给国际刑警组织 都发了通缉令了 啊 连CIA 带FBI 加班加点都找不着 这猪总的下方 何着您能找上 行 我叫这餐馆啊 咱们也甭卖了啊 直接给一个侦探事务所得了 哎 哎呦 哎呦 猪总 我可不是说您啊 哎呦 您现在大案在身 还敢四处溜达 诬陷 迫害 纯粹是冤家错案 他们一不做调查 二不做研究 就说我二百万 账目不清楚 瞎说 我怎么不清楚啊 明明都在我的私人账号上 一下就贪污二百多万 还是诬陷 怎么叫一下子贪污啊 我明明是好几次呢 严格的说也不叫贪污 那是挪用公款 行了行了朱总 这些话呢 我觉得您最好跟人民政府说去 对不住 适配啊 我适当的时候 要说清楚 现在不是时候 条件不成熟 我要在美国找个地方住下来 让他们自己冷静下来 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我再回去 那您打算住在哪呢 反正是不能住在有汽车旅馆 闭路电视的地方 随便哪都行 哎呀 这些日子 天天是贩毒啊 暴力啊 色情啊 嫖娼啊 真无聊 没错 美国电视里敬这节目 谁说电视里 就在我旁边的房间里 买出来 你帮我随便找个房子住 怎么样 要不然 您添张床 跟我一块在地下室集结 我 咱可先说好了啊 万一警察来抓您 您可一定束手就擒 千万不要淘气拒捕什么的 万一把您枪战 打个气扰横飞 把这儿收拾起来 太麻烦了 说什么呢 就凭我住在地下室 在国内 我住富士 Mr.Ju 有人找你 找我啊 Mr.Ju or she 这儿收拾起来也很麻烦 Come with us pleas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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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